接下来我们看比较吉特,比较更炫的应用 就是现在呢,我在白板,我现在是照白板的地方 那我现在在白板画几个钢琴按键 或者画几个乐器 不要画太多,画张力就好 这个叫拔 一时一时拔 这里,我就画两个按键就好了 这是钢琴的按键,有两个音阶 我用画的 我把声音转一下 有一个拔,然后两个钢琴按键 对不对 好,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做角色 我画两个长方琴当作钢琴按键 这是角色一 说一下 读实性比较好说 好,说的跟画的差不多这样 把它移到那个位置上 就是感应区啦 类似感应区的概念 然后再复制一个 两个角色 这个角色就是这里 然后我换一个颜色 好,然后再画一个圆圈圈 刚做那个拔 来看到orb 位置调好之后,我来设定它的声音 好,那在层次里面很简单 我这个就当do 这个张多这个张Rain 所以我再点它 如果重复侦测 如果上面的变动量 在这个角色上的变动量 在这个角色上的动作量 如果大于某个数字就是有变动的意思 就是有人去摸它有人去弹它 大于50就好 所以变动量如果大于50 我就弹奏在声音这边 这边有那个Doremi 这里有琴键自己调声音 这个就是Do 把它放进去 这个就一个就做好了 然后我复制到第二个 这个是Re 好我改一下声音 然后这个是B B是乐器 所以我一样把程式复制过去 然后改一下它的程式 这个不是音符 这是鼓声 B 这边有几十种乐器 然后乐器有二三十种 敲几乐的不到一百种 然后那个其他的乐器 也有一堆 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太小声了 放一个 好 好 好 那我做好之后 我按全部执行 好 确认一下 这个黄边都在执行 好 本人的第一次演出 各位 不太理我 这个有 好 等一下再剪它 因为那个拔的声音 比较久 好 我把变动量处理一下 好 所以你那个背景的画面 尽量干净一点 那个侦测的效果会比较好 好 再试试看 各位 这晚会演出用这样不是很好啊 对不对 这样 你还在那边跳什么舞练半天 哇 这个三秒钟我就做好了 对不对 好 来各位 麻烦试一下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